仅靠一个人一本书就能完成价值连城的惊天解案 犯罪效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魔道团都要高 这就是能在著名小说和现实之间不断切换 将原本虚拟的物品带出来 竟然卖到天文数字的科幻题材解谜游戏《书行者》 你将作为犯下重罪 被判30年不能写作的未来作家 为了减轻处罚 被迫接受了幕后大佬的犯罪邀请 尝试偷走书中的传奇宝物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 可主角还真就有能力做到了 甚至能在书中和现实之间随意游走 想拿啥就拿啥 比如游戏的第一章 探索中是基地牢时会遇到一个大裂缝 但翻遍整本书都没有用来破坏墙体的东西 那可怎么办呢 主角心胜一技 从书中跳回现实世界 找隔壁家的邻居借大锤 带入书中砸碎裂缝 开启新的房间 怎么样 这游戏的脑洞还可以吧 不仅如此 咱们要偷窃的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奇宝贝 例如石中剑 雷神之锤 但故事背景又和咱们所熟知的大相径庭 就拿雷神之锤举例 游戏里的锤子并不是跟随索尔征战四方 而是作为机器人工厂的发电核心 大材小用还是你最在行啊 并且游戏机制也跟作家身份相对一样 遇到实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都用墨水 小小的改变一下故事走向 但必须谨慎使用 不然则面临严重后果 战斗是简单易懂的回合制玩法 用来缓解一下解谜所带来的高强度精神压力恰到好处 不过这游戏最吸引我的是剧情里的一些小细节 往往涉及到人性的选择 有时一念间就能决定他人生死 所以主角到底为什么被判30年无法写作 后续又能否像在书中游历一般 顺利地解除现实生活中的脚靠限制 恢复自由之身呢 感兴趣的不妨进入游戏体验一番吧